一般上当我们讲到律法跟福音的关系呢 在教会里面大致上有三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就是律法主义者的看法 教会里面有一些律法主义者 很直接的那种律法主义者 也可以说一种间接的律法主义者 他们总是有形的无形的认为 我们的生命蒙神祝福 是因为我们守有些律法 我们顺服有些上帝所讲的规条 基督徒的准则 所以他们有形无形的就这样认为 因为今天你的见证很好 你的品行兼优 所以上帝祝福你 所以把自己的今天他重生得救 对信耶稣 但是也是要因为我们遵行律法 我们遵行有一些品德 所以把自己的称义 把自己的甚至成圣 也是要靠行律法 要靠自己的意志 要做出来 圣经讲的要做出来 那你就是蒙福的 各位有没有这个味道 教会里面很多信徒 其实到今天还是带着这种观念 我说这样的信徒是无知的 骄傲的 也是可怜的 为什么无知呢 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因性成义 因性成义 你信是神的恩典领到你 连这个都不明白 这个心灵都没有改过来 然后我说他们是骄傲的 为什么因为骄傲 因为他们以为他们有一些品格 有一些好见证 能够做出有一些 有一方面的律法 行为方面的律法 但是他们不能做到的更多 他们丑陋的地方更多 对不对 很多地方 其实他们不爱人 很多地方 所以这个是他们只是用自己的良心 和一种社会的准则 和圣经大开的 有一些字眼所讲的 我做到了 所以他们是骄傲的 然后他们是可怜的 因为基督已经释放了他们 但是他们还是被一种恶挟制 他们被一种恶 那个挟制着他们 他们是可怜的 他们没有办法享受 那个自由的生活 然后他们一直这样认为说 我有信耶稣 我也有行律法 所以我得救 各位在教会里面 很多这样的人 到最后当耶稣来的时候 他们不一定会回天家 我跟各位说 不一定 不一定 但是我知道一定的是 他们现在活在地上 因为他们有这个的理念 对律法的这种理念 他们绝对没有自由 他们也不能给旁边的人自由 绝对是这个 各位 如果今天还有这样的 无知的骄傲的 可怜的人 你要从罗马书七章得到释放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 跑到另外一个极端的 的一种看法 就是非律法主义者的看法 非律法主义者的看法 很简单来说 他们把人的圣洁生活的困难 全部归咎于律法 都是律法 我们现在不能圣洁 不能胜过罪 因为教会一直讲律法 因为父母一直给我律法 都是律法 所以律法叫我被控告 律法叫我无能 律法叫我犯罪 所以我们不要讲律法 我们在律法上已经死了 我们已经脱离律法了 跟律法没有关系了 律法全部丢掉了 只有恩典 我们就讲恩典 恩典里面的自由 恩典里面的自由 才能给人圣洁 各位这句话没有错 没有错 但是各位一定要知道 当他们这样讲的时候 他们把整个的一概而论的观念 脱离律法 在律法上死了 但是这个律法今日 在我们圣徒身上 所带给我们的有些道德观 圣洁观 也特别透过基督的道成肉身 死而复活 把律法的经义显明 The Spirit of the Lord 那个爱神爱人的经义 那个圣洁道德观 我们信徒 叫信徒 怎么在爱神里面圣洁的 那个奥秘上 他们尽量不要听 尽量不要听 为什么 因为怕控告 因为怕受控告 所以尽量不要讲那样的信息 会叫信徒们受控告 各位 如果你怕受控告 这证明 你没有真正的自由 各位听得懂这句话吗 如果你怕受控告 这证明你在基督里 还没有完全的得到自由 对不对 我的孩子呢 总是怕 我认为他们不好 总是怕 我认为他们不孝顺 这证明 他们跟我之间 还没有一个完整 很自由 有很自由的那个爱 有父子之爱 他们从我的那个教训里面 从我的责备里面 不能看见我的爱 他们只能从我的 我哄他们 我去疼爱他们 就这个方面 就可以看见神的爱 那各位想想 非立法主义者 有很多category 很多的层面 有些人说完全立法 好像非立法主义者 这样活的 但是也有很多是 好像逃避神的圣洁 要逃避神的圣洁道理 然后尽量让恩典 来安抚自己 各位 这个方面呢 也是在一个 非立法主义者的 有一种理念里面 产生出来的东西 各位一定要明白 我现在讲的话 各位自己确认 各位什么是真自由的 所以教会里面 有第三种看法 也是我们教会 一直强调 一直传讲的这个信息 虽然没有一个人完全 但是这个的眼光是 对律法的看法 眼光是最正确的 就是一个 成全律法的自由人 他对律法的看法 什么叫成全律法的自由人 为什么 首先 为什么我先说 他是自由人 因为他在基督里 已经完全得自由 他不需要靠律法 应要行律法来称义 不应该要靠律法来乘圣 你不需要这个东西 不用满足一个律法的义务 规条 我做了 我就是好的基督 我就是蒙爱的基督 不是这个东西 乃是完全的自由 蒙爱是因基督 在十字架上 为他成就的一切 这个是第一 他是自由人 在基督里 他对他自己 安置在基督里面的 那个身份 极其的清楚 第二 为什么他是自由 各位注意听 为什么他是自由的 因为他的心 因为他的心思 应该要成就律法的心 各位这句话很重要啊 主耶稣说 我来不是废掉律法的 我来是成全律法的 所以我们 他现在活在我们里面 一个真正自由的人 他的心思要成全律法的 牧师 你说成全律法什么意思啊 我们人能够成全律法吗 各位注意听 圣经所对我们信徒讲的 成全律法 并不是说 你能够做到 像耶稣的地步 你完整不犯罪 并不是这个意思 各位注意听 不是这个意思 成全律法 因为律法的经义 是爱神爱人 所以一个真的有 基督的自由的人 他的心里面是 他的心里面是 愿意 凡事寻求 怎么爱神爱人爱活的 虽然等一下又会跌倒 但是因为他爱神 他不应他的软弱跌倒 逃避神 又来到神面前 虽然他是软弱 但是他不应对软弱受控告 因为他是要全律律法的 那个心里面 他靠着圣灵 圣灵的帮助 圣灵的洗净 圣灵的扶持 来完全那个 怎么爱神爱人的那个举动 所以他凡事寻求 因为他是喜爱圣洁的人 因为他是愿意要圣洁的人 所以他自由 所以这样的人才完全不受控告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甚至他软弱 甚至像大卫这样 哇他跌倒了 还是上帝责备他的时候 马上悔改 甚至上帝杀了他的儿子 管教他之后 他马上起来服事神 他的心里面 没有任何的惧怕 没有任何的控告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这个就是一个 要成全律法的自由人 他的生命来 如果你还怕受控告 如果你还怕讲圣洁的道 那你就不是一个自由人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这是一个奥秘来 你要想 这个是the workings of our soul I'm talking about the workings of our soul 我们灵魂 我们心灵里面的 很多的 很多的运作 思想 我们怎么面对神 面对自己的软弱 面对我们的良心 然后还有基督 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 坐在宝座的右边 他的宝血时常洗净 我怎么领受这个宝血 在这个心灵里面 你是不是一个 你是不是一个 问 你是非律法主义者 你是律法主义者 还是你是一个成全律法 的自由人 各位一定要问 罗马书七章 很完全的要讲这个东西 没有一个人完全 但是我们是向第三者 要学习 我们 我们不是像一个 律法主义者来 受律法的捆绑 我们的信念 不是到达那种 每次想到一些圣洁道理 受捆锁 我们也不是那种 非律法主义者 说我们不讲 背十字架的信息 承圣的信息 圣洁的信息 非律法主义者 不要讲这样的信息 因为怕受控告 绝对不是 我们是一个 成全律法的自由人 我们接着基督 我们再次看 十诫命的时候 我们明白 这个十诫命里面的 整个的经意 叫我们爱神 爱人 然后爱 也不是成为 一个律法 爱也不是一个律法 爱是一个 心里面的运作 心里面 领受神的爱 自后 对不对 在这个罪性 有罪性的人身上 让主的爱运行 主的爱洗净 主的爱来淘枣 来责备 甚至责备 管教 然后这个人的生命 越来越自由 谢爱人 因为这个奥民 是我们有罪的人 没有这样容易 吃了三恶果的人 没有这样容易思想 我们总是偏来偏去的 我们不是被律法捆绑 不要讲律法 不要讲那种圣洁 你知道 我们只有两个东西 偏来偏 因为我们吃了三恶果 各位了解吗 不管你是律法主义者 非律法主都是你吃了三恶果的 那个结果 但是因为今天还没有真正的认识 基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成全的一切